大家好,我是Eric 話說在兩個星期之前,我已經結束了 現在是8月底 我發現我今年還沒拍HKUVLOG的夏天版 每年都有的,沒理由今年沒有的 所以我決定在捉暑假的尾巴 今天好像是25日 快快去拍HKUVLOG的夏天版 帶大家去體驗一下我深夜在HKU的一天 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做GYM 我現在去這間GYM room 就是全KONU最美的GYM room 就叫做B Active 在KONU站的B出口 一出去上去就是B Active 去到可以拍給大家看 你可能會奇怪為什麼B出口我不走港鐵站去 因為我始終有點人群恐懼症 太久沒試過拿起CAMPER 所以我寧願走一條熱一點小人一點的路 還有順便當熱身 是不是在我做GYM嘛 好,那我們快點 走快點 到時見 你看到呢 暑假來說,今天也挺多人 但是一定沒有上學那麼多 因為上學基本上要排機 你看到我現在旁邊就是那個重訓區 那今天就不用排機了 對,那我今天呢 如果以我就是Lake Day 就是操腳的日子 那應該操五隻的Barbell Squat 操五隻的Lake Press 然後可能操多五隻腳的東西 看看它有什麼機 然後再做多30分鐘大洋 應該就是這樣 那,事不宜遲 那我做GYM先了 波章 對,放一放一麥克風 不要說那麼多 這些真的有什麼混鏡 就好,我們剛剛看到了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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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小的杯子,待會回來 去吃東西吧 吃東西? 其實吃什麼都沒得選的 一定是 GymX廚房 因為我做in body 做我的身體成份表 我發現我自己的內臟脂肪很高 剛剛摘戒,健康但是摘戒 所以想減一減 我記得附近有一間店 但我要看一下在哪 在堅尼地城 我打算走過去 當做運動 應該都不是很遠 其實不是很遠 神經病 吃完東西就回KONU 所以我要總結一下 我整個Year 3的讀書生涯 嘩,等我住的位置很近 原來不是啊 遠都賴屎 總之我乘一個站地鐵去 現在超熱 體感溫度 我想有38-39度 唉 失差 那裡最多 protein 你肯定以為是KFC 當然不是啦 吃完KFC 我今天做的全部白費了 B 咖喱 菜菜 屎龍 68元 要纖維有纖維 要 protein有 protein 食物 哇! 抗U淪陷了! 很多啊! 這些NDS啊! 之前說什麼嘛! 什麼小紅書啊? 你心沒看過! 什麼東西推薦抗U打卡的景點? 搞到很多外人都走進來! 似馬筋! 不得了不得了! 你看我肯肯定裡面那些不是學生來的啊! 啊! 扔著一家大小的樣子! 啊! Welcome to XGU again! 哇! 我跟你說! 幸好自話要卡才能進去! 不然肯定輪陷了! 超誇張! 我剛才看到還有些是拿著那些導遊那些三角的那些... 那些騎仔拉大隊!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啦! 那做完健身啦! 吃完東西啦! 現在2點40分! 回顧我過去year3整年讀的那些什麼課程和感受是怎樣的! 對啦! 那就分兩個試驗講啦! 那首先第一個試驗就是讀了一個Research2啦! 那就是Research的Part2啦! 其實很L難老實說! 那就是如果你是讀Social Science 你讀過STAT的那些你也知道Research是極難啦! 總之有一個叫SPSS的物體啦! 就是你要進入STAT下去! 不知道怎樣按按按按按按按數據出來! 極麻煩! 不過幸好我有同學是ok的! 那最後呢! Kind of是靠他們Carry的! 那ok啦! 第二課就是2069啦! Counseling in Healthcare Setting! 那這一課呢! 我印象比較深刻! 因為這一課呢! 是我第一課意識到Reference的重要性! 怎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老師十分之看重Reference! 那他看重Reference的程度是 beyond every teacher I've ever seen! 他是真的會看回你的Reference 然後進入你的Reference裡面 看看你code的內容 跟Reference那一部分的內容相不相似! 那這件事是 是我很印象! 我完全沒有想過他真的會這麼認真地看待 那所以在這個課程裡面呢! 我對Reference的認知是認真了很多! 我現在出Reference 我一定是Reference看清楚是關事 我才code下去! 那所以我會說這課學得最多 就是怎樣下Reference 好!那跟著下去就是 SOWK3141啦!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 是教不同的方法 社工的方法 他最主要的方法是 Animal Assistance Therapy 那一課學會拖著兩隻狗 來班房上課 那很可愛! 那兩隻狗 一隻是柴犬 一隻是 不記得什麼犬 黑黑實實的 那就是兩隻狗 那我們上課那兩隻狗 那兩隻狗就會 要不就趴在那裡啦! 聽啊! 那一課學上課 同學也有趣的 跟同學做了一個音樂的 經驗的活動 就是跟同學一起玩 那OK啦! 沒什麼問題 那跟著之後呢 第四課 就是3069 做Solution Focus Therapy 這一課呢 是我想讀很久 我二課已經想讀的 但我略都略不到 但是我三課終於略到 那他上課啦! 那老師就是一個 Solution Focus 要引入香港的時候 他是有份去 提供這件事 他會播一些那些影片 或者是有些script 是他做的 這個是一個 很Introductory 去給我接觸Solution Focus的 機會 我多說一點 因為我去到我的Summer Block Placement 我都是主力用Solution Focus 基本上我全部的案子都是用Solution Focus 所以我現在的Solution Focus 在這一年來的進步 我都覺得挺大的 對啦! 不過呢 如果大家有看我 那個 在志華那裡 扯功課 做通宵 就知道了 他的Workload 真是死人了 一份Reflective 三十幾版紫痴馬筋 好啦! 那接著呢 就去到SAM2啦 那SAM2呢 首先就讀了一個CC 因為其實呢 KONU要讀六個CC 那我呢 Year 1、2 只讀了五個 所以我Year 3 就讀了剩下一個 就穩陣起見了 因為我怕 那我讀了一課 電影啦 總之就是 就是 香港的電影 是怎樣在全球 影響著其他地方 以及受其他地方的影響 這課程很有趣 如果你是喜歡拍片 喜歡看電影 喜歡研究文化的話 就會都蠻好玩的 就是分析一些 視頻片 我們最後還要做一個 影評的問題 我們是要自己拍 自己錄音 自己剪 那也是蠻有趣的 還有都是我想做的事 那之後有課叫SOWK219 就是Mediation and Negotiation 那這課我也是學得蠻多東西的 那老師呢 是一個律師來的 那所以我很喜歡他教書 是很FIRM 很有力 還有很定的 整個人 就是他每句出來的東西 都是很定 你感覺到他很有power 是我覺得幾值得向他學習 那還有他是一個Family Mediator 那你要知道Family Mediator 我後來上網發現 原來全香港只有二千幾個 那他還是Supervisor 就是訓練一些Family Mediator 所以他的地位是會再高一點 那回到課程的內容 那最主要的課程呢 我學到調解是什麼 哈哈哈哈 好像說廢話一樣 知道多了 調解和我平時做Counseling 有什麼不同 那還有另一種我最印象的課程 就是這個律師的課程 他教的那些Mediation Skills 老實說我覺得是更厲害 過Conu Social Work的老師 就是他可以很Systematic 很清晰 很簡單 很易明的方法 他教了給你聽 你應該是用什麼Skills 在調解裡面 那你知道其實調解的那些Skills 其實跟Counseling的Skills 是差不多的 某程度上來說 特別是你會 Show Empathy 就是給對方知道 你是Care他 和聽著他說的話 Active Listening等等 這些Skills 老實說他真的搞得很好的 我覺得 他不是Counseler 他不是Social Worker 對啦 那接著之後 第三科就是SOWK3106 就是Creative Art 那是一科專教Approach的課程 就是教這個表達藝術治療 要畫很多畫 要做很多的音樂 動作等等 所有跟藝術有關的element 都要做完 那是一科挺有趣的課程 沒什麼特別 因為我之前都接觸過Creative Art 我也有看過那些書 但如果你對藝術有興趣 或者你想用藝術去做一個Approach 的話呢 我覺得都可以在這方面發展 那之後Skills第四科呢 就是SOWK3030 就是Law的 就是Common Law Common Law 在香港下是怎麼運作呢 那我做功課又要看很多案例 去Prove我的論點啊 建議啊 就是學會了怎樣上網去看這些案例 那還有呢這一科是compulsory的 Social Work的同學呢 是一定要讀這一科 那事關這一科的內容呢 有很多的法例都是關於Social Worker的 譬如找警察啊 藥儀啊 那些青少年犯罪啊 精神病啊等等 全部有關的法例都在這個課程中教 那接著呢就是最後一科 年三的最後一科 那這一科呢就是SAM1 SAM2 兩個SAM一起 ongoing下去的課程 就是這個Skill Lab 那你說這一科學得多不多呢 嗯 嗯 抹抹地 就是首先Case Work那邊 我覺得那些Skill 我覺得教的不是很舊的 老實說 就是可能是老師Style 同學Style 或者上課Style 我自己覺得呢 不是很倒極的 特別是你上場 登完之後 老師說你可以有改善 但你不知道怎樣改 這件事是 如果讓我教我不會這樣教 OK 那接著就 群體工作啦 沒什麼特別啦 因為我的群體經驗很足夠 所以大群體來說 就很簡單 沒問題 那社群體工作呢 就都特別的 就是去洗樓啊 去做一下居民大會 那都是新鮮的 因為居民大會我都沒試過 那第一次做都挺開心的 我覺得整個過程 就是有種社交工作的 passion 在裡面 那個熱情在裡面 宏觀整個course來講 就 還可以 第二呢 十分 我可以給到六分的 還有順帶一提 如果你是讀 conjure social work的話 或者其實其他social work 都是的 我覺得不會差很遠 就是你不要以為 讀這些course 可以令到你的skills theory practice 可以提升得很多 其實去到最後 都要靠你自己 特別是要看很多書 很多 roleplay 看很多人說得好的 然後抽出來說 只靠上課那幾個小時 老實說 我覺得真的不行 還有你想想 conjure 社福界 講的是 做case 做counseling 算是數一數二好的大學 skill lab都教到這樣 我自己覺得真的 不能夠接受 老實說 anyways 我的意見 其實我早就給過大學了 但是他們聽不聽 就是他們的事 我都沒有權 再作太多的講語 對 接著去到最後 就是summer 如果有跟開我的觀眾 都知道了 我出了個blog placement summerblog placement in case 如果大家不知道blog placement是什麼 其實社工有兩個placement 一個是blog placement 一個是concurrent placement 多數 blog placement 多數就是平時上班 一個星期回5天 每天回8個小時 然後回10個星期 那concurrent 就是一個星期回2天 然後回半年 我們會有supervisor supervisor又很experiential 他剛好又是專精solution focus 我在他身上學到 很多solution focus的mindset 做case的skills 做case的values 老實說 真的是值回票價 真的值回票價 要知道 其實我們做placement 是沒有錢的 就是連居馬費都沒有 對啦 所以就回顧完了 我的year3的大學生涯 基本上就讀了這麼多東西 那也有趣的 是不是我期望呢 也是我期望的 10分來說我會給到8分 就是對year3的學習 那我期望就是year4 我最後一年的學習 可以更加豐富更加開心 原來一說已經趕了半個小時 可能在這裡合陣 然後再出去感受一下暑假最後的余溫 那如果你正在讀SoHiDeep 記得開學扯爆自己 盡快扯回大學 那如果你是順利入U 準備開學的大學三門 就都會祝你們學業進步 還有體驗多一點大學的生活 對啦 那今天HKUVLOG year3的Summer Version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如無意外下條VLOG 就是year4的開學第一天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就是這樣 Bye 2 3 1 2 2 2 4 4 5 5 5 6 5